好我们持续来看到这里 这个俄罗斯持续进攻乌克兰 那么昨天呢跟大家报道过 出现了新的战线 透过地图呢会比较清楚的看见 乌克兰呢在当地时间的11号 早上6点钟左右呢 是连续遭遇了多次的空袭事件 首先来看到这里呢 是距离波兰大约只有80公里的 西北部城市叫做卢斯科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蒂涅伯罗在这个地方 是比较中部一点的城市 两个地方在昨天呢 都传出了爆炸声响 据了解呢 这个蒂涅伯罗 它是这个中部主要的据点 卢斯科呢则是开战以来 首次受到直接的炮轰 我们要透过画面来看到呢 昨天这些城市被轰炸之后 发生了有巨大的爆炸 那么在这个西北部 也就是卢斯科呢 预袭的是这个有一座机场 那么在中南部的这个 蒂涅伯罗呢 也遭受到攻击 蒂涅伯罗其实是乌克兰的第三大城市 根据CNN的报道呢 这个被击中的地点 包括了有一间诱饵所 有一间这个公寓大楼 还有一间制鞋工厂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乌克兰地图 根据这个BBC的报道呢 在这个乌克兰西南部这个地方呢 这里哦叫做伊万诺佛兰科夫斯克 也在昨天同一时间遭受到了炮击 随后呢当地的媒体是表示哦 俄罗斯的国防部证实了 俄军的确是对这里 也就是这个卢斯科 还有伊万诺佛兰科夫斯克 发起了攻击 而且是以这个高精度远程攻击 袭击了这个两个的西部城市 两个军用的机场 BBC认为说呢 俄军开始炮轰这些西部城市 这样子的行为代表什么呢 象征这个俄罗斯 已经开启了一条新的战线 因为在此之前呢 俄罗斯的攻击重点呢 其实是在这个首都基辅的部分 还有东部地区 跟一些南部的城市这个地方哦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这个哈尔科夫的地方官员 也说了二军攻击了 他们当地的一间医院 那么联合国就统计表示呢 截至昨天也就是3月11号 已经有至少250万人逃离乌克兰 当中呢 这250万人里头有多达150万人 都涌入了波兰 那么来看到最新的一个卫星图 是显示说呢 原本在这个首都基辅的西北方呢 绵延有这个64公里以上的 俄军车队呢 现在大部分是已经分散 而且重新部署了 但是俄军这个举动的意义呢 目前还无法分析 来听CNN的报道 还有美国国防部的看法 Satellite images show that the convoy that could just be force protection because the ukrainians have continued to threaten that convoy and its progress 美国防部有一位官员是表示说呢 其中有一支这个俄军的军队 距离这个基辅的市中心呢 只有16公里远了 面对俄罗斯强大的武力呢 基辅人民则是在市区里头架设巨马一些障碍物 试图呢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堡垒 来抵御俄军的入侵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他今天则是在一场这个安全会议当中 同意派遣志愿者参加乌克兰的这一场 特别军事行动 那么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 在开会时呢 则是透露说有超过16000多名 来自中东的志愿者要申请跟俄军并肩作战 那么在这场会议当中呢 普丁也对这一些外籍的志愿者表示欢迎 那么俄国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呢 他则是表示 俄罗斯已经收到超过16000多份 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中东国家的申请书 而其中呢 有很多申请的参战者呢 过去跟这个俄军一起对抗过伊斯兰国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方面也指控乌克兰说呢 你们藏有这个生化武器 还指出在乌克兰境内呢 至少设立了有30座的生物实验室 在研究生化武器 不过呢这个联合国昨天就打脸俄罗斯了 表示呢 说你们根本没有实际的证据 对此呢 这个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 直接开枪各国 说你们不知道 但不代表不存在 一起来还原当时的会议现场 In содерж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民обороны оказались документы которые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сеть из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30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лабораторий в которых проводятся крайне опасные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ы нацеленные на усиление патогенных свойств чумы, сибирской язвы тулеремии холеры 那么恶物交战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了 乌克兰方面是指控说呢 在他们一座城市叫做玛丽坡 当地一座妇幼医院最近遭到俄军空袭 有一名这个独立记者呢 他在他的推特上头po出了照片 说呢有一位在这个妇幼医院攻击之后呢 遭受攻击之后有一名孕妇呢 她成功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小女婴 但是俄罗斯这一方面是表示呢 这名孕妇说她是一名美妆部落客 说她是假扮孕妇的 那么她是在乌克兰方面呢 报道这起事件当中呢 是伪装的双方是各说各话 那么这一名独立记者呢 她在这个推特上头po出了照片 也表示说呢小女婴相当健康 而且呢取名叫做Veronica 是为了要纪念胜利女神的 也希望乌克兰可以取得胜利 那么俄军炮火猛攻马力波呢当中有一间富裕医院 在9号的时候呢在乌克兰是指控说遭到了俄军空袭造成三人死亡 还有17人受伤当中包括一名女童 但是俄罗斯方面呢则是表示这个医院早就被乌克兰方面占领了 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更声称呢 这个孕妇其实是美妆部落客 她只是伪装成孕妇 所以到底详情如何呢 目前两方各说各话 那么俄罗斯乌克兰这场战事超过两个星期了 日本防卫省呢昨天就公布 说有10艘俄罗斯的军舰呢 曾经在3月10号的凌晨通过清津海峡 日本方面指出说呢 这个10号的凌晨2点多 在北海道的这个金一峡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呢 发现一共有10艘的二军军舰航行 经过了清津海峡 那么二军也曾经在今年的2月呢 在这个远东地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演习 日本就推测说呢 这10艘的军舰也在参与演习的行列当中 虽然这个金清海峡呢 属于各国可以航行的公海 二军的军舰呢也没有入侵到日本领海 但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 对于二军近期在日本周遭的活跃程度表达了担忧 日本自卫队呢也曾经在3月2号的时候 发现有一架这个二军的直升机闯入日本领空 也因此引发了话题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 这台水神生成机呢 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小 望望水神生成机呢 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 来 中天的观众朋友粉丝朋友们 你们独家享有这个好康 请你上快点购 数量有限 你要买要快 以及陈希 corrupt 我多 бойco encore还真的 我的天门 我々と 最晚点 快点